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这种 这种 静儿今天 与往常不同啊 说我 这臭小子 脑袋难道开窍啊 坐嘛 给你玩啊 小子 竟然接你七十做这么多招啊 大哥 这个聪明蛋脑袋终于开窍了 静儿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我的月女剑的 我 我们的功夫啊 总算没有白费 是啊 是啊 哎 七妹 你又让着她了吧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啊 大哥 我可以作证 静儿今儿练的月女剑法却有看头 妙哉 妙哉啊 是啊 可惜啊 你看不见 我就是看不见 又怎么样 总之你们都在敷衍我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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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teor头 師父 武帝 静儿这傻小子终于开窍了 武功是越来越有长进哪 你若在天有灵 也该安息了 你们这五个怪物 以为不出声 我就不知道了吗 大哥 你怎么知道是我们 又看不见 又乱说话 多年的兄弟了吧 你们翘起尾巴来 我都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别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的心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说 静儿有没有进步 我们有没有帮他 大哥早就是心知肚明了 大哥是假装生气 其实啊 他比我们谁都高兴 这叫须则实质 多嘴 还不快拜祭五弟 是好朋友的声音 温如龙飞 色如火焰 这是传说中的汉血宝马 来大漠这么多年 最高兴的莫过于老三你 你可以天天与马为伍 三个人称马王神 不爱美人爱军马 我来了 他 他 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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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王 怎么连三弟也驯服不了这马 老三 你瞎逞能 你没这劲吗 连三哥都驯服不了这马 这聪明蛋 会不会有危险啊 让那傻小子失掉苦吧 小子比我强啊 快 快 快 头眉蛋 你的驯马技术比我厉害 这匹马啊 以后再也不会把你摔下来了 这是为什么呀 好 师父 他怎么出血了 是不是我刚才把他打伤了 你快救救他吧 他呀 跟你玩了这么久 能不出汗吗 这汗血宝马 流出来的汗就是红色的 这汗血宝马 乃是人间神物啊 现在被你驯服了 以后啊 你就是他的主人了 这功夫不是我们教的呀 这功夫不是我们教的呀 师父 师父 不要玩了 老老实实告诉我 除了我们 还有哪个是你师父 哲变师父 谁不知道哲变师父 我是说你的内功 是谁教的 什么叫内功啊 金儿 难道你不晓得有骨气 是从你的九尾穴出来的吗 原来身体里跑来跑去的那股气 就叫内功啊 你还救了 再来说我废了你 两年前 有一天我练功练得不好 把姬师父给气哭了 后来我就跟拖雷 还有华征一起去练功 我们在山上看到了一对小白雕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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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管紧要的就不要讲了 后来 我就在山上遇到了一个高人 他就教我呼气吸气 还教我怎么睡觉 徒儿以前老是睡不好 天天都做噩梦 自从他教了我以后 我天天都睡得很好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学了 真是糊里糊涂捡了宝啊 你学了神功都不知道啊 那 我 我以后还能跟他学吗 傻孩子 师父们替你高兴也还来不及呢 高人懂得教你法门 你现在的内功比师父们还强啊 对 谁教你内功的 那个高人一直都不肯告诉我 他说师父们的武功不在他之下 所以他不能教我武功 也不是我的师父 他还让我答应他 千万不可以暴露他的身份和相貌 总之 我什么都不能说的 弄得师父我心痒痒的 快说那高人是谁 你不说 你不说我抽你 师父你抽我 我也不能说 你 老三 算了 今天的事你不要跟任何人讲 知不知道 你一不说 那个高人自然就不会知道 你对我们提起过他 那我到底还能不能上山啊 傻小子 不是说了吗 你不要跟任何人讲 也就是说 你可以继续上你的山 师父们不会介意的 知道了 师父 那我们都不要跟着 我其实有点灾马 你不要跟着吗 你去做什么 我相信你 你相信你 你相信你 我跟你说 我相信你 是说什么呀 我知道 你说家家户户成亲之前 都会骑满了嘛 这是蒙古的风俗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到底许不许问我 对了 大汗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跟我一样 也在等他回来吧 有事跟他商量吧 容卫不知道 他一直在外面打仗 我也想他早点回来 我告诉你啊 我好想拖雷安的 自从过年的时候 我跟他吃了一顿饭以后 他跟大汗去打仗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原来说了这么久 你是在想拖雷安的呀 对啊 可是 你 你知道吗 他是男孩子啊 我当然知道了 那你男孩子 你干嘛关心男孩子的事情啊 男孩子应该 应该多关心一下 女孩子的事情 谁 男孩子嘛 本来就应该关心 男孩子的事情 女孩子才应该关心 女孩子的事啊 要不然 你怎么这么关心 我跟拖雷安大的事 什么 你把我当成男孩子 哎呀 我们三个人都不分彼此 我早就把你们两个 都当成是我的安大了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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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女孩子 我是女孩子 哪有女孩子大人哪 你给我记住 我是女孩子 永远都不要当你的安大 不理你了 郭靖天生笨拙 照理说 世外高人 也不会看上他呀 这位高人 应该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 还是敌人哪 谁会有这样的好心 我们闯江湖几十年 难道仇家会比朋友少吗 除了仇恨 有什么 可以支撑一个人留在苦寒之地 教一个笨蛋学武功 算来算去 大哥说的未尝没有道理啊 只怕这次静儿 真的是跟错了人哪 说不定 受了害都不知道啊 与其敌案我名 倒不如来个敌案误案 уд 喂 啊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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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是什么情况 静儿已经上山了 这聪明蛋的轻功 比我们厉害啊 快追啊 怎么样 轻功不如人 内功也不够 怎么上去啊 笨蛋 我跟老二先试试看 来 接着 怎么办 把家伙 好 上 接着 人呢 难道他知道我们跟踪他 要无离山 不可能 那个天下第一 他没有这么聪明 分头找 好 二哥 没超风 我想的果然没错 那妖妇借郭靖来向我们讨债 没超风知道郭靖是我们的徒弟 所以没超风才教他武功 最初只是教郭靖一些最基本的内功 以免我们发觉 然后再传授郭靖邪功 借郭靖来杀害我们 以报他当日杀夫之仇啊 要是郭靖这小子 真的跟了那个妖妇 即使十八年就约输了 我也得废了他 不 斩草除根 杀 大长大叔 你来看上面 没超风 以上面的指径来看 没超风的九阴白骨照 已经炼成 以你加上江南六侠 加上我也很难对付他 他 他一定是来找我师父报仇的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师父 不要 你还是会找我师父 他的山道 也别人 再前一箱 再次 大哥 大哥 你们看 饭菜都放到外面了 难道这小子在外面 偷听我们讲话 他会不会去通知那妖妇 师父 师父 我刚刚在山上 我 前面一带 大哥 我始终都舍不得 齐美总是心软 今天你要不说出是谁教你内功 就别怪我大师父无情 他 他就在外面 竟敢主动找上门来 六家姐们 他就是教我内功的人 我 我也请教道长法号啊 全真教丹阳子马玉 原来是全真教马玉道长 实敬 实敬啊 哎呀 原来你就是中神通 王重阳的大徒弟 实敬 实敬 如此说来 邱楚姬还得称你一声师兄吧 啊 道长他说 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道长远道而来 难道和令师弟 和我们十八年比武之约有关吗 我一直劝他 反对他与六侠打赌之事 劝他认输作罢 可他就是不肯 哎 楚家人本以清静为主 不应该这样争强好胜 我从志平那里得知 郭靖不懂得内功之法 有文的七侠各个仗义直言 我那师弟这次是侥幸获胜 令徒又是一个忠厚纯良之人 所以我就传授给他一些内功 这样或许对他有一些帮助 道长心意 我们真是不胜感激啊 可大侠客气了 贫道原本打算交郭靖两年 然后就云游四海 不想梅超风突然出现 迫使贫道再次现身 这次来就是与六侠共同商议此事 对对对 刚才徒儿急着回来 就是要告诉各位师父 我们在山上看到梅超风了 静儿 刚 刚才大师父 错怪你了 为什么呀 我们还以为你跟着那妖父 没超风学武 差点清理门户 要了你的小命啊 徒儿从小就跟着六位师父 六位师父对我就像再生父母 徒儿是绝对不会做出 背叛师父的事情的 好 嗯 聪明带 三师父 六师父 让我们帮你吧 不用了 打水是我愤愤的事 我自己来就好了 你就让师父们帮你吧 这样 我们心里也好过一点 嗯 师父真是枉为人师了 连你相处这么久 还不相信你 静儿 你骂师父们吧 那怎么行啊 哪有徒弟骂师父的 从来都是师父骂徒弟的 哎呀 师父 你们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一个个都怪怪的 哎 想不到我为时十二年 今天竟然让徒弟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 嗯 善良的人选择相信 不会选择猜疑 聪明带 答应师父 你以后都不要变 知道吗 哎呀 我知道了 哎 师父 你不是说不变的吗 嗯 以我与郭靖观察所得 即使聚集众人之力 与梅超风相碰 也是两败俱伤 五哥之仇不可不报 平道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就是要威灭一下六侠的威名 呃 愿闻其详 说来惭愧 王六侠不要怪罪平道 连平道在内 与六侠算起来也刚好欺人 全真七子在武林中尚且有些虚名 你的意思是说 趁没超风的眼睛看不见 让我们假扮全真七子 哎 开 开 开 大摩之伤 谁又此等功夫 全真教掌教马裕 梅朝风 你这灭绝人性的妖孽 竟敢杀活人练功 我邱楚姬 绝不饶你 原来是全真妻子 梅朝风 你还是把陈玄风换出来吧 就算你们黑风双煞联手 也不是我们全真妻子的对手 黑风双煞 现在只剩下我孤身一人 罪汉子在殉灭以前 因为江南七怪所杀 我会杀掉其余六父 为我贼汉子报仇 师弟 现在梅朝风是孤身一人 以多胜少 并非我辈所为 大漠无人 即便是你们七个联手 对付我一个人 也不会被武林同道所嘲笑 来了 花郑 全真妻子中 怎会有这样年轻的生命 赤平小心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弟子长春真人门下 郑志平 师兄 梅朝风作恶多端 但念他现在孤身一人 全真将以慈悲为怀 只要他肯改 我们就放他一条路 师妹 你心地善良 可不要被这个妖妇骗了 梅朝风 令美说得对 这些年来你过得好吗 一个无一的女人 就是活在仇恨之中 每天只知道练功杀人 难道这样 就可以令你的丈夫复活吗 梅朝风 先师与令师桃花岛主 也算是相交 今天亮你双目失明 孤苦可怜 如果你能够悔过 不再滥杀无辜 也不要再纠缠江南六侠 马道长 千拱锦收 是什么意思 千体沉坠 必试肾水 而你心火 就是说 当故肾水 悉心火 休息